怎麼樣打手槍是可以延遲找卸活的方式 那醫師是不是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 說你也一二三的規矩 不是 嚇我一下 訂閱了嗎 好了今天我們要邀請台灣男性學醫學會的李嘉雯醫師 歡迎醫師 醫師要不要來宣傳一下 大家好我是李嘉雯醫師 我在高雄的鳳山職業 目前在診所 診所是最容易接觸到 這一類的患者的地方 男性的性方面的問題找你就對了 大家會不好意思 那個在醫院去看 因為會有很多護士小姐 三號零馬克 這樣叫你進來 三號零馬克 因為很多男性觀眾可能對於 勃起障礙有一些問題 要來諮詢我們醫生 對粉絲蠻多這種方面的問題 主要的話是 中立的一個A小姐 她不方便透露 她說她今年二十六歲 她男友小拍一歲 她們在一起兩年多 男友對她很好 但唯一的問題是 男友明顯的性功能障礙 有時候無法勃起 好不容易帶個套 勃了以後 結果她又軟掉了 然後她就可怕的是 她男友就上網去找FB 然後花了二十多萬來要吃 但是還是只能一分多鐘 叫她看醫生她不看 該怎麼幫助她 而且我要先說 我們B節目的題目都是真的 對 很多人以為我們自己編題目 所以我們真的沒有空 真的 我們要編這一句話就結束了 對我們就說 男友波棄怎麼辦 我們只會這樣 對 還講一大堆 那醫生在面對這樣子 我們要怎麼解決 其實這在門診非常非常常見 然後因為說性不是萬能 但是沒有性慢慢不能 對 我們沒有性 真的很難繼續維持下去 對 博奇功能障礙發生 不能硬的時候 氣氛很好的時候 就突然 欸 沒硬 沒了 對對對 那時候就不知道 那個臉要往哪裡擺 對 不過上網買 花二十幾萬 確實有點多 確實有點多 有可能也是會被騙 然後當然 我想不容易買到真的藥 醫師 不容易買到真的 醫師是不是今天有帶假的藥來 我這個還有 那個 患者送給我的 這個是在泰國的夜市裡面就可以買得到 夜市 夜市也有 夜市怎麼敢賣啊 然後夜市很多鬧什麼 壯陽看這一攤什麼的 真的啊 有 對對對 這個會不會有一些 你有沒有問過對 物作用最嚴重的危害 但是它的問題是在於說 它可能它混合不均勻 或許你買到這一包它有 如果說標準是100mini 100個 100毫克 然後你可能買到這一包 是50毫克 那有些人吃的就沒效 或是 他是1000的 運運比較好就買到 滿量 200的 對 爆量 就會不舒服啊 那個 潮紅啊 以前也有過那種業務 他拿這個袋子 他裝很多 他就跟我說 我現在這一批賣給你這樣子 然後我不敢跟他買 因為我覺得來源才是最重要 他做得很像 但是 藥就是直接去藥廠 對 就是直接從藥廠的 正確的那個管路 或去看診所 去取得這個藥 我猜他們是不是喜歡 在網路下 但是他們直接走去藥局說 我要威爾剛 很害羞 很害羞 對 我們連被喊那個號碼 都覺得很可憐 他要開發那個網路門診 網路門診 網路門診 跟台灣目前的法規 是不合法的 但是 原則上我會說 有些人去藥局 直接買藥 雖然說他買到是真的 但是他有可能 他用法不太對 他有可能就 不會有那麼好的效果 但是來看了診所之後 我跟他講說 要怎麼吃 怎麼吃怎麼吃 欸 或許就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那我有個問題想問醫生 嗯 多少時間 就是這樣 才算需要吃到藥 嗯 一般來說 我們都說男生有三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 勃起功能障礙 OK 就是 何謂叫障礙 不硬 跟不硬這樣子的 硬不硬 另外一個是 早洩 就是時間的問題 很短 很快 很快嗎 我嗎 九大八 到底誰會回答說我 不過 不過通常這時候 大家都會說 欸 我幫我的朋友問一個問題 好 好 我嗎 我朋友都很健康 哈哈 那第三個 第三個問題就是 那個 男性的更年期 就是所謂的 荷爾蒙不夠 嗯 幾歲會開始不夠 通常大概四十歲左右 有可能 四十歲 好快喔 欸老師那問你 早洩的定義是 比如說幾分鐘射出來 才算早洩 早洩的定義 有一個定義是 放在陰道裡面 一分鐘 不到一分鐘 就出來了 那叫做早洩 那放一分鐘就出來了 對對對 對 那大部分 你一定鬆一口氣對不對 不是啊 哈哈哈哈 他早洩的剩下 老師你才要緊張好不好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 還有一個定義是比較嚴格 就是說 嗯 不管你做多久 你自己不滿意 或是 你的伴侶不滿意 那就叫早洩 哦 這定義比較 因為如果用一分鐘來定義的話 真的也很早耶 對對對 對啊 醫師那也想要問 因為其實他也是有一種 波及功能障礙 你講第一個是硬度嘛 那硬度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講解一下 怎麼樣的硬度 才是需要就一的 這個可能大家也會講 我們一般來講 這個叫做EHS 有一個分級 我們分一二三四幾 一二三四幾 第一集的話大概就是 一很哀傷耶 你沒摸摸看 你沒摸摸看 你很哀傷耶 醫師什麼樣感受 你們說一下給那個 給你自己就好 因為你們現在都是一 平常本來就是一啊 對啊 你講得很像你也有 你是一嗎 你是一嗎 我沒有說四啊 怎麼樣 一定要是四的啊 三或四才進得去 三或四才進得去 可是三也 三也有點軟 三我也不行 三就是嫩牛 你知道嗎 你們結論一下大概是什麼植物 或植物好了 三是嫩牛 一大概是蒟蒻 對 二大概是 冰過的蒟蒻 稍微有固體一點 對 三 三大概是 就是軟牛 這是什麼 不要準是說 那個 放植皮的香蕉 對 放植皮的香蕉 放植皮的香蕉 二算去皮香蕉 二是去皮香蕉 這放五天 這個放一個禮拜的 這個是整個爛了 這是小黃瓜 這是剛買的香蕉 新鮮 綠色 一天不熟的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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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果農招民業配 今年這個香蕉過 所以如果沒有達到三的時候 是不是 已經是 一般來講 二大概進不太去 進不太去 二就是會這樣折起來 嗯 生動 對 那如果針對這樣的話 應該要怎麼辦呢 嗯 其實可以用一些藥物來治療 其實是最好的 當然我們會去區分那個 勃起功能障礙的原因 有可能會有新陰性的原因 比如說他跟太太就不行 跟外面的女朋友就可以 啊 那這個有在診所碰到嗎 有啊 那這個怎麼治療啊 這個其實就是要 找出有可能的原因啊 啊當然也有人來 是 那個 女生都非常強勢 一看就知道很強勢 我就說你們的原因就是這個 那因為剛剛醫生有講到 新陰性嗎 那如果非新陰性的要怎麼辦 勃起功能障礙 是心血管疾病的前兆 有一些膽固醇比較高的病人 有三高的病人 血壓高 血糖高 血脂肪高 會造成血管的狀況比較差 就容易 哦 血過不去是不是 對對對 因為我們陰莖的血管是 身體裡面最細的動脈 嗯 當動脈 最細的動脈一定最容易受到影響 對對對 當你血脂肪高的時候 那個 大家可以想像那個 很小的血管 然後他塞了一點點 然後他就會 血就過不去 然後血 所以沒有辦法到陰莖裡面 就沒有辦法勃起 所以我們就改變 我們的那個生活心態 那你要 我們要運動 怎麼 哦運動 對要運動 還有不要熬夜睡 對每個換回來 運動心血睡你是要減肥是不是 對對對 大部分都是胖的 所以看大家在座都是瘦瘦的 應該都 那有沒有平常吃什麼東西 比如說 嗯 真的是太棒了 對 防心血管的 嗯 應該就是我們要去 找一下心血管的疾病 所以 比如說每個來看 波形光的障礙的人 我都會幫他抽血 會看一下 打過程是不是高啊 嗯 有沒有血糖的問題 啊涼血壓有沒有血壓的問題 嗯 荷爾蒙夠不夠 嗯 然後 也會請他吃清淡一點 然後多吃一點 有殼的海鮮也是有幫助 有殼的海鮮 有殼的海鮮 有蛤蜊 蛤蜊啊 蝦蝦啊 這些都有幫助這樣子 有些迷思就是 類似男生 如果太常打手槍的話 真的會造成布局或早洩嗎 嗯 所謂太長 嗯 或者一天你覺得幾次是OK的 1.3次 應該說 嗯 1天3次有點太多了 對 這樣會需要多補充點蛋白質 你看看你 你1天3次 沒有啊 我問題 沒有他意思是3次 算不算多 3次還好吧 還算還好 一般來說都不希望太多啦 因為 比如說一個禮拜 兩三次以內 這樣其實是比較適合的 那其實常打手槍會對勃起喔 其實不會 不會嗎 不會喔 其實打手槍就是一個練習 練習 就是你平常在演習 在練習 練習呢 讓自己硬起來這樣 那醫師會教怎麼樣打手槍 是可以延遲早洩 或者是 會變更好的嗎 以前我們有一個方式就是說 我們在性情緒的當下 或是在智慧的時候 智慧完打手槍完 還沒有射精的時候 就是捏著龜頭 然後去休息一下 那醫師是不是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 說捏一二三的規定 不是 想說什麼太LOG了 是 對 比如說在 打手槍通常是 最敏感是 是那個 勾的地方 對 那個就是 我拿著好了 醫生你給他 避開他這樣子 對 比較敏感還有攜帶這個部分 對 那正常如果是 那打手槍這個部分的話 是應該要避開這兩個部分去做嗎 應該就是說 如果說真的到很興奮 快要射精的時候 你可以休息一下 那接下來要怎麼辦 先捏到什麼時候 休息一陣子 然後等自己的情緒 可能就真的一兩分鐘而已 然後再繼續 然後再重來 所以是可以通過練習 而延長時間 稍微延長時間 稍微 那這個 這個快要達到的這個事情 我要做幾次 四次或三次嗎 在一次的打手槍裡面 看你可以練習到幾次 表姐幫我把這個收到旁邊 哈哈哈哈 畫面太瘦了 太瘦了 太瘦了 剛轉過來的朋友 可能會嚇到 對 好的因為現在很多人習慣在 比如說網站上買藥啊 那因為都不知道他們買到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上面每個網站都說 我們這邊是真的喔 原廠 對 防偽標籤 那到底怎麼分辨 它是真的還是假的 基本上 真正的藥不會在網站上賣 喔那就用 那就用網站看到全都是假的 對 而且網站上有一個很特別的狀況 就是說 他說 他也說他一顆可能要三四百塊 一盒可能要一千六一千八 但是他的特色是他會 買幾送幾 買三送三 真正的不會這樣子 買三送三等於是五折啦 對啊 對 所以這個都是假的 基本上因為台灣的法規 就是不可能在網路上買到這些東西 所以你本來看都是假的 而且這些網站都設在國外 有時候已經很難去查 所以大家還是要去辭訊 就是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會開就是原版的正版的藥 又會找出原本你自己真正的原因 健保卡不要浪費 多少人想要拿到我們健保卡 對啊真的 真的 幫我利用這個台灣的健保 去看你的這個性功能障礙 沒錯 你就戴口罩進去吧 應該還好吧 對啊 對啊 都罵名吧 罵名不行 你先忘記在健保卡 沒有 醫生那一科叫什麼科 密尿科 密尿科 密尿科還好 你密尿科就不一定是博奇 他也不會大喊說 是不是性功能障礙或什麼 其實也不用太大 我們也會叫名字啦 但是叫名字其實比較好 總不能叫說 那個楊瑋的進來 對啊 對 對啊 沒有人要進去 大家都猜 密尿科35號 沒有我跟你講有時候 那種護士會說 你今天要看什麼問題 然後那個 外面就是錯 對 那護士說很大聲 有時候櫃檯問你今天怎麼了 對 櫃檯問你今天怎麼了 我想說 不要先問我們 反正醫生看到我 他就知道我怎麼了 所以密尿科就是個掛密尿科 所以說密尿科 而且沒有我這要教育櫃檯 不要先問我們說你今天怎麼了 對 對 對 而且護士在叫進來的時候先關門再問症狀 對 有的門都沒關 對 或者是不要在門外問 對 或是你今天 不要問我今天怎麼了 就是有怎麼了才會來 對 因為我們女生看復科的時候也是 對 我們今天怎麼了 對 櫃檯有時候都會 不要關心我們 對 所以我覺得龜還有機器人比較好用 蛤 對啊 難不得 就有時候想說白色面珠菌 就 這也 這要我怎麼講啊 對啊 我之前去掛密尿科的時候 妳知道太多了 妳知道太多了 然後就這樣說 妳今天要掛密尿科說 那妳有什麼問題 我說 就講超少聲 對 好醫生那有問題 那譬如他假使他今天真的願意去治療 然後譬如他就吃這個 每次要吃什麼吸力是胃肝 然後他就吃到死的那天為止嗎 應該不是 應該就是說 找出原本的原因 然後好好去治療 然後吃藥其實也是 也是一個幫忙 比如說 通常我會建議患者 一天 就是 藥用之前先吃一顆 第一次吃一顆 然後一個足夠的劑量 然後吃了之後 如果第一次 效果非常好 第二次其實可以吃 試著吃半顆 吃半顆 對 因為這個藥有很強的心理作用 會讓你 對這個藥很有信心 然後第二次就會 但是反之 如果說第一次吃半顆 第二次吃一顆 那可能 第一次吃半顆效果不好 第二次吃一顆 可能效果也不會好 那也不用說一輩子吃啊 當然我們可以搭配 其他各種不同的治療方式 比如說荷爾蒙不夠 就補充荷爾蒙 讓他 比較有男性的雄風 然後 譬如說老婆太胸 叫老婆溫柔一點 對 叫老婆溫柔一點 然後買個iPhone 12給他 喔 就沒想像你BB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有另外一些方式 像是用低能量振波 用振波去打海綿體 每個禮拜打一次 那算是物理治療 物理治療 他會破壞他裡面的血管 不好的血管 然後會讓他 卡椒心腸 對 打通認都 對 都跟都跟都跟 都跟那邊認都 然後 也有那個 海綿體的注射 比如說我們拿 特別的藥 打到那海綿體裡面 好痛 然後他十分鐘都硬起來 有些人是 狀況很差 比如說他是糖尿病很默奇的 然後血糖都控制不好 但是他又想硬起來 那時候吃藥物可能沒什麼效 用針劑打一針 然後他就可以硬 還有真空吸引器 所謂的那個 負壓助波器 各種方法都有 各種方法都有 但是 總之還是要找合法的醫產 對 合法的藥 反正你還是要去看醫生 因為才會知道你的 嚴重度到底是什麼 而且你根本不用吃藥啊 你亂吃藥可能會更嚴重 搞不然你只是換一個老婆就好啦 對 老婆也想換老公啊 我也要 對啊 聽完很有希望欸 對啊 其實很多很多治療的方式欸 對 所以是很有希望 所以大家還是要 如果有問題 一定要去看醫生好不好 找對正確的方式 才可以治療好 今天的分享 謝謝李佳玟醫師 我們大家都幸福 掰掰